宋庆龄在1918年 也被公认为是他一生中最美的一个镜头 1923年 海明威的惊人护照照片 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居然这么帅 1927年 犹太摄影师沈时迪 在南京路73号开设 Softy Studio照相馆 上海滩的摩登绅士 淑女们纷纷找到拍写真 1929年6月15日 吴文早与冰心与北大林湖圈举行了婚礼 1930年代的巴黎 极尽优雅 民国第一位进入好莱坞的女明星黄柳霜 斑马文的大衣 黑白小礼帽 复古是粗根线 这身打扮放在现在都丝毫不出时装秀上的那些明星 年轻的拳王阿里 年轻的杨将和钱忠叔 果然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中国的旗袍 是街头最亮丽的风景 1930年 张学良在东大举办的东北四省运动会上 这是一张找四小姐的老照片 很有细致 左三就是她 软灵律 虽然她没有在银幕上说过一句话 这个默片时代的女王 只用肢体和眼神就为我们传递了窒息的风情 1937年的照片 西装割履的绅士在华兵 时尚与帅气并存 陆小曼 琴棋俗话无一不同 交际场上的明月 她的美貌 连胡使都要赞叹说 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与陆小曼新名的上海明月堂英 这身装弹放在现在也丝毫不过时 穿军装服役的猫王 一脸青涩 李霞青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改行 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 1941年 芝加哥的少年 那时候的少年就已经这么时髦了 黄毁兰是万交家顾雷军第三任夫人 少女时代的欧洲度过 其实各国房是雨明流 这半想妥妥的唐盾庄园大小姐 1944年 他们是这样上课的 1945年 阿尔伯特爱丁斯坦在海滩 脚上的凉鞋亮的 1946年 在伦敦车站的加里格兰特 这才是穿着考证的大叔 1950年代的华丽林口 是不是比现在还要好看 1953年9月14日 女神奥戴利赫本出席电影首映会 看看人家的红汉秀 真是美美美 年轻时的哈利森福特 对 就是演星球大战的帅哥 眼神深邃迷人 1954年 那时候还是小鲜肉的伊斯特伍德和女演员牵手 再三番 画面不能更美好 1959年 马丁跟迪金森在拍 是打屠龙 Rio Bravo的场景 真是好身材 1960年代 帅气青年漫步 罗马街头 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1960年 披头是还没有成名之前的宣传照 也是帅呆了 1963年 六岁的卡罗林肯尼迪 开心地走在前面 肯尼迪总统在后面手上 还抱着他的羊娃 1965年 在中央公园玩滑板的男人 西装加滑板 城里人真会玩